哈囉大家好我是貝肯尼的傑克 我是貝肯尼的李安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杯調酒 那個我們店裡很熱賣的一杯酒叫淺木 那他有用到什麼材料 水蜜桃香甜酒 蒸果酒 蒸果香甜酒 清酒 他是用清酒為基底的 水蜜桃果泥 水蜜桃果泥 檸檬汁 這是可以用新鮮的 蛋白酸 蛋白酸如果沒有可以用雞蛋 取他的蛋白 水蜜桃茶 水蜜桃茶是糖蜜茶的 我們把它冷泡 8個小時就可以用了 首先加入什麼呢 首先 加這個是水蜜桃酒 水蜜桃香甜酒 15cc 加15cc 蘋果香甜酒 蘋果香甜酒 一樣 15cc 清酒 45 清酒 45cc 檸檬汁 蛋白酸 30 如果你用雞蛋的話 差不多就一顆 然後取他的蛋白 水蜜桃茶 90 90cc 這種水蜜桃茶是不甜的 然後拌一拌 拌一拌 試試味道 要果泥 果泥還沒加 果泥一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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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路上都有買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它只增加一個風味 拌一拌 試試味道 好 因為它材料比較多 我們會要打巴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 這是那個手持的均質器 這很好買一個網路上賣600多 然後還有附很多配件 就是整組的 你也可以拿來攪碎一些食物之類的東西 好 那打巴之後我們就 然後加冰塊 搖一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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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冰搖魚 基本上都ok 我幫你拍 有有有 打左邊 有啦 打對 好 這個 加 加到 這是我們特別去挑的這種茶具 它有點像是香水瓶 然後 的概念 所以 出去的時候整組很很漂亮 好 纏滿了一杯槍 那我們出的時候會放上 它的軟木材的蓋子 然後我們會用杯墊 然後 附兩個 茶杯 讓它可以一起 share 好 然後我們 因為出給客人弄得漂亮一點 我們會再放一個 這個 這個是乾燥花 放在它旁邊 好 作為裝飾 就一直掉 所以出去的時候它就像這樣 一整組 很漂亮 然後我們喝的時候就是 可以把它倒出來喝 因為它很香甜 所以我們可以很順口的直接把它乾掉 嗯 很好喝 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 很好喝 好 那這是我們店 滿熱賣的一杯調酒 那下一次 有機會再介紹我們其他 還有很多很不錯的創意調酒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 拜拜